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伤觉子语 也符合这个 就是相当于这五音嘛 当然刚才提到了笑江湖 就不得不提到上个月刚刚去世的金庸先生 大家对金庸先生应该是相当喜爱 也相当了解的 但是我这里想说的是金庸先生 他是一位相当热爱我们民族的乳侠 乳就是谈笑有红乳的乳 大侠的侠 他是一位乳侠 如果我们当今的 不管是这个学术界的 还是教育界的 还是什么大家也好 还是像我们这样普普通通的键盘侠也好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大家都有像金庸先生一样 热爱我们民族 热爱我们的传统文化 热爱我们的历史 那我们的民族就会实现伟大复兴 当然了 如果是像一些那些专家们 还有所谓的五毛们 他们都是一些摇尾启实的犬儒 如果都是这些人的话 那我们民族就没有希望了 话不多说 愿金庸先生逝者安息 其实呢 悼念金庸先生最好的方法 我觉得是 就是我们这些普通人 每一个人 中华民族 我们的 中华儿女吧 都 做一个乳侠 不要让有为名义的事情再次发生 这里要有一个引号 目的就是 这个词是引用于金庸先生他自己的词 话不多说 我们回到 平复一下心情 回到这个曲子上 在这个曲子里边 我主要想给大家 就是 强调的就是这个负点的用法 因为在这里有扫拉扫拉 它两个扫拉连起来 所以对于初学的朋友来说呢 这里的节奏可能不太容易掌握 关键呢 就是这个负点 这个负点起的作用就是 它前面这个音符的十字的一半 它本身 是唱什么音符 唱多长时间 就看它前面的这个音 前面这个音如果是一拍 那它就唱半拍 如果前面的这个音是半拍 它就唱半拍的一半 所以十字总是前面的一半 当然音高呢 是和前面的音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用画V的方法 把这一拍表示出来 骚是前面的一半 加上后面的一半 所以从这里断开 这一点是拉 这个拉呢 占四分之一拍 前面的骚 占四分之三拍 而这个骚拉呢 它是 骚前半拍 拉后半拍 所以它的节奏是这样 那么 这个曲子里边 很多的地方都是用到了这个负点 当然这里写了两个音啊 这就是表示 前面的第一段是唱R 然后反复回来以后 唱到结束 那么我们用画V的方法 我一边画一边唱 咱试一下 朋友们可以跟着我一起来 体会一下这个V是怎么个意思 拉 拉 扫 咪 来 到 不 瞬 二 两首 序 所以 两拍 点 是 也 导 里 这也就是断开的吼 咧 里 这是终手 puts 我们再唱一遍 反复到第二 这个刀了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